看来这第一场马球 本宫是上不了了 久闻妹妹马术精湛 就请带本宫一战吧 我不会骑马 妹妹谦虚了 本宫可是看过你打马球的 这 妹妹千万不要推辞了 要是让人家说 妹妹在马上做了手脚 要害本宫 那就糟糕了 没有这样的事 既然没有 就请更衣上马吧 皇上驾到 参见皇上 定身 皇后你怎么还不上马 妹娘身体不适 请妹妹代打一局 臣妾求医不经 害怕有辱圣听 这有什么好谦让的 好 朕打第一局 对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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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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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医 快 娘娘 苏 婆娘娘 回娘娘的话 皇上其实并无什么外伤 究竟是什么原因一直醒不过来 老臣还得细细想想 皇上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皇上什么时候能够醒啊 是啊 你快说呀 这 回娘娘的话 老臣无知实浅 不敢妄测 倘若一时的昏迷 估计几个时辰之后就能醒了 倘若严重一点 若严重又会如何呀 臣不敢说 你但说无妨 臣万事 倘若严重一点 只怕几年都醒不过来 这可怎么办呀 怎么办呀 是啊 是啊 各位妹妹稍安勿躁 既然连太医都吃不准 我们也不要妄家猜测 也许过一会儿 皇上就醒了 明先生 姑娘们都来了 你就开始吧 各位好 在我教大家戏法之前 有件事要跟大家说 戏法都是假的 但假要假的让人看不出来 这才是高明的戏法 看见窗外的宝塔了吗 看到了 你们信不信我能把它变不见 怎么可能 不相信 是啊 不相信 这是太爱了 好厉害啊 法胎怎么能变眉呢 这一定不是戏法 是妖术 嗯 就是啊 其实什么都不是 你们看这窗户跟平常 有什么不一样 没什么不一样 真的吗 哦 这也是这样啊 我在窗户上做了一个小小的机关 戏法就是这样 有很多时候并不是真的要变不见 只是你们看不见而已 哇 好厉害啊 各位 今天我要给大家上的第一课 就是要考考各位的眼力 等一下我会把我跟我的助手变不见 你们来找找看 只要找到了 那这第一课考眼力就算过关 那为了不太为难各位 我不会离开这间屋子 所以你们也不用离开这间屋子 好好好 好好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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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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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找 快找找 你带我来这儿不是違反规则了吗 我不把他们留在大厅里 咱们怎么能自由进出啊 可是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我想要看看这个武清城 是不是真正的武清城 不要 我害怕看死人 不要 我害怕看死人 你过来帮我看一下 不要 假如这是你姐呢 姐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究竟怎么回事 我会告诉你 但在此之前 你要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你知道你也如风吗 嗯 你去跟踪她 然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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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怎么样 都找到了吗 没有啊 师父 这里就这么大 究竟会去哪哪儿呢 你想了 他一定是骗我们的 要我看 他早就离开这间房子了 是啊 糟糕 什么事糟糕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 气法的本质就在于 用你们眼前的东西迷糊住你们 你们找了整间屋子 就剩这里没找 好神奇啊 那你教我们一下吧 对啊 教我们一下吧 教我们一下吧 别闹了 你那个助手呢 对啊 她在里面 去看看 好 走 湘师傅 她真的在里面 是啊 她真的在这儿 淑妃娘娘驾到 遵见皇后娘娘 有什么事吗 娘娘 皇上 已经昏迷三日了 这什么时候醒 还不知道 那又怎么样 这国不能一日无君 朝堂上有很多大事都等着处理 大臣们都上表要求立太子 这也是应该的 只是不知道该立谁才好 自然是应该立长 雍王素杰年纪是最大的 不立他立谁 大臣们都是这个意思 没错 可皇上不是这个意思 本宫记得 皇上曾跟本宫说过 卫免四位之争已早立遗嘱 如今遗嘱还放在洛阳行宫里 妹妹就要立雍王 是不是太操之过急了 皇上立遗嘱的事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他现在躺在床上这个样子 自然说什么都有你了 遗嘱有皇上的印记 是真是假 大臣们一看不就知道了 妹妹没有听说过 皇上曾立遗嘱 本宫也没有听说过 大臣们上折子 会上给淑妃娘娘 既然本宫都没有怀疑 这堆奏折 为什么会在妹妹手里 你又凭什么怀疑本宫呢 好 我现在马上命人 去洛阳行宫拿遗嘱 不用了 本宫要亲自盯着 免得有人动手脚 好 既然姐姐这么有把握 那妹妹就回去 坐等姐姐的好消息了 告退 元休 奴才在 去准备一下 告诉裴少卿 本宫今晚 要去洛阳行宫 是 保护娘娘 好 好 咱 小心 上来 五妹娘跑了 追 糟了 前面没有路了 看来只有赌一赌了 驾 驾 来 娘娘 母妹娘的人头呢 她跑了 跑哪儿去了 这个五皇后实在太狡猾了 她混在宫女堆里 转移了我们的视线 等我们活过神的时候 她已经跑了 你混蛋 娘娘饶命 娘娘饶命啊 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办不好 给我滚 是 你是来笑话本宫的 咱们现在是在一条船上 你的笑话不就是我的笑话吗 那你笑什么 我在笑你那些酒囊饭袋 没有成功 那你说该怎么办 听我说完 五妹娘手上有遗嘱 倘若我们杀了她 那遗嘱被别人找到 到时大王做了皇帝 岂不是很麻烦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有什么话就快说吧 你听说过郭一刀吗 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杀手 听说她杀人向来是一刀 从来就没有用过第二刀 你想让她出马 聪明 就这么办 送给新上人的 是我自己买的 买了很久 都没有勇气送出去 人生中有很多事情 只有一次机会 错过了就没有了 假如下次再遇见这种情况 不管怎么样 先送了再说 我明白了 怎么娘娘还没有睡意吗 睡不着 娘娘是怕不安全吗 请娘娘尽管放心 这个造纸房我之前来过 除了白天的工人 很少有人进来 再说了 我已经布下了陷阱 就算有人闯入 也会自食恶果 本宫不是害怕 本宫是在想 这幕后主使究竟是谁 野心竟然如此之大 是明翠房 是萧淑妃 还是另有其人 这场的事 都不想论 是的 杀底 来 阁下是 我是个过路的 不小心摔了已经 把胳膊摔伤了 出了点血 看见这里有火光 才没了过来 能不能给我口水喝 进来吧 好 盛情 你究竟是什么人 你知道一个人的血流光 需要多久吗 我告诉你 大概一个时辰 你最好想清楚 你是把存放 画上遗嘱的地方告诉我 还是看着你的手下 慢慢地死去 聂中风 你是 我是你相好啊 你收好要来娶我的 可如今我的肚子都这么大了 你还一点动静都没有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你别胡说啊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聂如风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个负心汉 放开我 你怎么能这样 你放开我 你这个负心汉 聂城 聂城 你好啊 我这么费尽心机的 想跟你在一起 你却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太过分了 聂城 聂城 你听我解释 你回来什么好解释吧 你回来 放开 你们这是干什么 向师傅 我的命真的好苦啊 爱上这样一个男人 可他却让别的女人 怀上他的孩子 怎么是你啊 是啊 你们认识啊 我是明翠房 新请的明师傅的助手 那你跟如风 当然是没有的事情 假的 明崇也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只是想知道 为什么有人 好好地人不做 要做鬼 卿城姑娘 卿城姑娘是明翠房的 第一号武级 本应入宫半价 没想到爱上了 岳师聂如风 不愿入宫 无奈之下 只好诈死逃走 并找了元春苗的尸体 来顶替 不知道在下说得对不对 没错 她是卿城 但不知道阁下 你到底想干什么 要向我回去 除非我死了 我跟你一起死 我可没想要那么多人死 只是希望好好地解开这个谜题 顺便讨杯喜酒喝 多谢承军 多谢承军 既然卿城姑娘没有死 那解释还魂就一定是假的了 既然是假的 那该怎么办 卿城姑娘 这个鬼地方 连点吃的都没有 皇后娘娘 你最好乖乖听我的话 把我想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 否则 我可没时间陪你玩 我会先杀了她 然后再杀了你 你 她们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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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少庆 你不是说 要带我回民粹房吗 怎么到我来这儿了 你不认识这里吗 当然不认识了 我要回去了 但这里有人认识你 出来吧 认识这位姑娘吗 当然认识 她是这里的租客 谢谢 你可以走了 好好 告辞 我的脸不是我自己的 我是武清城 我是民粹房的武姬 武清城 如果你是武清城 那他又是谁呢 这就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很简单 清城姑娘爱上了聂如风 不肯入宫 但民粹房的势力又很大 若贸然出逃 恐怕会有性命之忧 所以要想一个万全之策 什么万全之策 正巧 这个时候有一个叫水红的姑娘 想要进民粹房 却没有门路 于是他们一拍即合 由聂如风出面租下这里 然后让清城姑娘偷溜出来 教水红姑娘舞蹈 等到水红姑娘学得差不多以后 两个人便相约同时死去 清城姑娘见了春苗姑娘的尸体 证明自己已经死了 而水红姑娘又凭着 清城姑娘的舞蹈和记忆 死而复生 对民粹房来说 玄武姬入宫的日子就快到了 如果说有人肯出头 那真是失而复得的好事 谁还管什么忌食还魂呢 明崇雁 你又凭什么推测到这些的 就凭这张租器 我找到了这里 房东说经常有一男两女来这里跳舞 根据他的形容其中一个是你 另外一个舞跳得非常好 于是我就在想事情是不是这样 后来我去挖了春苗姑娘的坟 更加确定这件事情 湘师傅到春苗家 根本不是怕秘密泄露 而是因为知道她快死了 急着要她的尸体来做替身 明崇雁 你怎么这么喜欢多管闲事呢 这就奇怪了 不管你是清城姑娘还是水红姑娘 都跟在下不熟 怎么会知道在下总是多管闲事呢 莫非你是 不是 明公子 你不是说过 如果这位姐姐 不是你的心上人的话 那你就娶我吗 看来她真的不是 那我们成亲吧 你再给我动手动脚 我就把你卖到西域做奴隶 看来明大人跟水红姑娘 还有很多话要说吧 春雨 咱们走吧 嗯 对不起啊 我之前真的没有料到你会有灰险 哎 嗯 好了吗 现在不是都没事了吗 没事 你说没事就没事 你说没事就没事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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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 好了 放心 以后不会了 你还说不会 你看 你把这一切都搞砸了 你让我怎么办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就那天 我奉皇后娘娘之命出门暂毙 结果 就被几个黑衣人给掳走了 放开我 你 你是谁 为什么抓我过来 喂 你什么人哪 参见皇上 参见皇上 朕抓你来 是要你去完成一个任务 任务完成了 欺君之罪可免 要是完不成 两罪并罚绝不孤兮 是 臣遵旨 起来吧 谢皇上 朕要你去查 兵州的明粹房 是何人所开 王主频繁往宫里送人 意与何为 臣遵旨 为了掩人耳目 朕给你一个新的身份 你去兵州 找牡丹相水老爷 就说你叫水洪 是他的侄女 你所有的资料 都在密函里 臣遵旨 就快要早朝了 朕倒想看看 皇后怎么帮你开拓 恭送皇上 拓擠 后院 我就这样来到了这里 不过我舞跳得不好 总也进不去 还好 我知道武清城的秘密 告诉他这个方法 借机混进去 原来这搜主意是你想的 为了脱罪 我这次一定要撑到底 你要帮我 我当然会帮你的 不过 不过什么 昔儿也来了 她也来查明翠坊的案子 是皇后娘娘派她来的 那她查到什么了吗 什么也没有查到 还被诬陷是杀死武情城的凶手 这事情就有点难了 倘若帮你隐瞒真实身份的话 昔儿就有危险 但假如我揭穿这件事情 你的罪名又洗刷不了 还赔上了武情城的终身幸福 既然如此 不如先把昔儿救出来 怎么说 你想啊 如果你揭穿这件事情 那武情城自然要回来 昔儿也没办法探听秘密啊 如果你不揭穿的话 那昔儿更是没机会 结果都是一样的 倒不如先把昔儿救出来 包在我身上 要我帮你吗 不用 那个地方太危险了 我不想你冒险 那你呢 我有我的办法嘛 明师父 这是干什么呢 学戏法除了手法之外 记住 身形要快 房主 明师父 你这是在干什么 我要训练姑娘们的身形 如果能够在面粉上掠过 而不留足印 那便是戏法的最高境界 这怎么可能呢 看 看 闭嘴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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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的地都弄脏了 那简单 哇 太好了 很 cool 太好了 你看 太生气了 太生气了 太太牺牲了 那教教我们呢 一个一个来 好 房主 这位是水龙 房主 这位是水龙 垃龙 说说呀 爹泥 对啊 房主 就是呀 你怎么办 这世上 这世上 居然还有戒时返魂魂一术 你的身体 应该是 派帐 征他 众手我也不相信 但是 我问了他很多小时候的事情 他居然全能打上来 还有 他能跳倾城自创的舞蹈 还不赶快给我们房主跳一个 是 你先转个身让我看看 行了 先住下吧 等回头我再细问他 来 跟着手 那我出来了吧 是啊 不行 真是不行 我们变得怎么样 是啊 这里就是 快多多教我们吧 是 这帝家来教我们什么呀 馨儿 明冲爷 你怎么来了 房主不见了 他们怎么找都找不到 还有两天就是 玄武济入宫的日子 房主和馨儿同时失踪 走 我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怎么会在这里啊 啊 卿城姑娘不是我杀的 真的不是我杀的 我知道你没有杀的 那你 你知道 我为什么要在兵州 开这家歌舞房吗 我想见我的儿子 你的儿子 他在哪里啊 在皇宫 皇宫 事情还得从隋朝说起 那时候 我跟去世的长孙皇后 一起在宫里做宫里 我们的感情很好 像梁姐妹一样 给我 让我看看嘛 鸳鸯啊 小妮子动春心了 怎么了 生气了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你可千万别生气啊 我没生你的气 我是在感叹我们的命运 你看 我们在这深宫里 皇帝又荒淫无道 这样的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你也别丧气 如今天下大乱 说不定哪天 就改朝换代了 你我这么漂亮 一定会有前途的 嘘 也不看看什么地方 乱说话 万一被有些人听到了 那可就糟了 我的生命啊 宁可轰轰烈烈的死 也不要平平反反的 在这宫里等死 只要有机会啊 我就 有人来了 我们快躲一躲吧 来 那不是李大人的二公子吗 我去会会他 别去 没事的 要不你先回去吧 把你的手帕借给我 明珠 小婶 我只把这一段 当做一个游戏 逗了一下年轻人 没想到 那竟是一个莫大的机会 皇后娘娘驾到 参见皇后 那不是乌购吗 他怎么会跟皇后娘娘在一起啊 李国公家的二公子李世民 在宫里听到他的歌声 一下子就着迷了 后来凭着一块手绢才找到他 皇上和皇后 想要拉拢李国公一家 已经啊 封吴构为郡主了 明日就要赐婚了 这一切来得实在是太突然了 我为我自己失去这个机会而懊恼 又为我的好姐妹背叛我而心痛 我以为 我们的生命从此不会再有交集 没想到 命运还是把我们紧紧联系到了一起 你都盘高知去了 还来找我干什么 明珠 二公子其实喜欢的是你 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一切告诉他 因为 因为我也喜欢他 所以你就出卖你最好的姐妹 用他一生的幸福来成全你的幸福 明珠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可是我没有办法 我要报仇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报仇 我要报仇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报仇 对不起 有些事情我之前没有告诉过你 其实我娘 就是被当今的皇上强暴而死的 所以 我进宫的唯一目的 就是要杀了当今皇上 可是他不重信我 我没有机会 我没有机会 如今 离国宫准备一事 大随狠肯地一位 如果你同意 在宫中帮我尊内应的话 以后我的大仇可以得报 我一定会把二公子还给你的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一定要帮我 我就这么鬼使神差地答应了他 为了把宫里的情报传给他 在此后的一年里 我每天都活在死亡的恐惧中 我想他早晚会来接我的 早晚会把属于我的东西还给我 终于随朝灭亡了 大唐建立了 二公子成了秦王 而我的秦王妃 也把我给忘了 我原来只是别人的一颗棋子 有用的时候拿来用一用 没用的时候 就弃如碧驴 我一定要报复 而这个机会来临的时候 又是很多年过去了 那一刻 秦王李世民已是大唐的皇帝了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是 直到有一天 皇上心情不好 我才有机会遇见了皇上 我用歌声唤起他对我的回忆 皇上注意到我 听着我唱歌 我终于等来了久违的机会 行 参见皇上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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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皇上 你 谢皇上 你是谁啊 皇上不记得我了吗 你究竟是谁啊 啊 奴婢 是寺院房的宫女 陆明珠 明 珠 我终于成功了 我憧憬皇上 很快会纳我为妃 那对无垢来说 简直就是狠狠的一记耳光 可是 我的愿望终究还是裸空了 皇上再也没有召见过我 而我却因为肚子越来越大 而不知道该如何自处 你们先下去吧 是 想要给皇上写信 让他看在孩子的份上 给你个名分 娘娘 奴婢自己没关系 可这肚子里的孩子 住嘴 你的孩子 不配跟龙子们站在一起 不 不 娘娘 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功在设计 你 正是因为你功在设计 要不就凭你勾引皇上一条 就罪该万死了 皇上后妃见见万万 娘娘为何独独容不下我 后宫的嫔妃们各有其职 有的是为了笼络官员 有的是为了有利于边疆 即使本宫心里不舒服 但也要为了大唐 为皇上着想 Templ 保账 可你不一样 你的歌声太动听 你的舞姿太美妙了 尽管皇上一再向本宫保证 他心里只有本宫一人 但是他最后还是要了你 你说本宫自私也好 说本宫卑鄙也罢 本宫不能冒这个险 你去杂艺房吧 把孩子生下来 等事情过去之后 本宫送你出宫 不 不 我没想到 娘娘 结果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我的人生 究竟有什么意义 唯一让我生存下来的理由就是 我恨他 我恨他 十个月后 我生了一个男孩 而他却难缠 命悬一线 宋英女 你怎么了 皇后娘娘难缠 需要接生婆 我 我生成这样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突然间发现 这是一个报仇的好机会 要不我去吧 原来 我以为我可以趁机杀了他 可是一看到他 我又不忍心了 毕竟 那么多年的姐妹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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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了生了生了 快去禀高皇上 是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没事 她只是累了 赶紧去弄些水 给她洗洗 是是是 那一刻我又开始后悔 他那样对我 我为什么还要帮他 有个很邪恶的念头产生了 他不是说我的儿子 不配跟皇帝的龙子 站在一起吗 我偏要他站在龙子们的中间 对不起 对不起 这是奴婢该做的 放心吧 我会让皇上给你个名分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 奴婢已经不想要什么名分了 那你想要什么 我只想带着自己的孩子出宫 过平凡的日子 好 我答应你 命中 就这样 我把他的孩子带出了宫 当时我觉得特别地高兴 以后我的孩子 就会在他的河湖下慢慢长大 而他的孩子却要跟着我受苦 这就是他对我最好的补偿 可后来 随着日子的渐渐增加 我发现 我越来越思念我的儿子 我想见到他 于是 我就开了这家名粹房 我希望我精心培养的每一个武器 在宫里都能出人头地 为我跟我的儿子传递信息 那您的儿子是哪位王爷啊 他不是王爷 他是当今的皇上 所以今年的玄武器对我来说也误为重要 说不定借此机会 我跟我的儿子能够重访 可吴卿城这孩子 规点子太多 我精心培养了他 可到头来 他居然敢骗我 他不是死了吗 鬼才相信他死了呢 那只不过是他和香义汝 联合起来演的一出戏罢了 还解释还魂呢 那水红一抬手 我就知道他是个西背货 舞蹈的功底 可不是一两天就能练就 就算行再想 可神不想 有什么用啊 那 现在该怎么办啊 现在有你啊 我一看到你就知道你行 只要你答应我 我保你荣华富贵 享用不尽 原来明粹房的秘密就是这样的 看来皇后娘娘派我来 还是来对了 我得好好套到她的话 看看宫中谁是她的内衣 怎么样 你在想什么 这件事情牵扯的人太多了 弄不好会没命的 你放心 我都准备好了 这些年 明粹房出了不少人才 在京城的大官中 有一半的家眷是我的人 到时候 一定会护你周全的 那 我听房主的 离选武器还有两天的时间 时间刚刚好 怎么办 就这么走了 眼哥哥一定会担心死的 我该留些什么记号给他呢 我肚子有点儿饿 可不可以先停驾车 不用了 我都准备好了 她追踪 乱路高 喝 是 吃吧 谢谢